他们平凡 却从不渺小 他们不凡 只因从不言败 跌倒了 战起 失败了 重来 他们的人生 因跌宕而完美 我是星月 每晚九点二十 与您分享 他们的故事 有请主持人星月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有请主角 加斯比亚经典剧作 哈姆雷克当中 有这样一段话 生存 孩子毁灭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 或是挺身反抗 人事无疙的苦难 在奋斗当中 结束了一切 这两种行为 哪一种更高贵呢 今天的两位主持人 就用他们涅槃重生的经历 告诉了我们答案 他们是谁 我们先来认识 第一位 出生百天 母亲因精神失常 离家出走 一盏煤油灯 一场大火 夺走了她的双臂 32年 她学会双脚穿衣 做饭 迭背 过着与常人无异的生活 如今 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也是一名笑对人生的 励志讲师 邀请奔亲主角 三位老师好 你好 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看到李就花上场的时候 大屏幕的两侧 同时也放了一张 意大利著名女演员 索菲亚罗兰的照片 这是我的一幅作品 是您的作品 对 在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举办了一次 个人书画作品展 这一幅呢 是其中一幅 它叫做点会 用钢笔尖 我点了两个半月 点成的 画得真棒 你说你画不仅画得好 书法也不错是吗 也会写一点 这是您写的作品 对对对 这是我书发展上的 太厉害了 最喜欢写的 印象最深的 是什么内容 我很常写四个字 叫行圣一言 但是同时上 我也很喜欢 另外四个字 叫生命力量 每当看到这四个字 我就更加地相信自己 生命力量是吧 您一上台 我就看出来了 这个生活呢 对您其实挺苛刻的 但是您依然在微笑 干脆 您说您写得好 没有 您就可以给我写 这四个字好吧 行 我就是献丑 写完送给我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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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两个字关键了 这两个字关键了 不好意思 如果写得不好 您也变嫌弃 好稳 真是 他用脚写我的名字 比我用手写得都好看 就是写我自己会更熟一点 把我的章字扣上 然后送给林老师 我的这个章字 不是默趣 也不是默香 也不是人生什么的 是力量 然后所有的章字都是力量 这个是我的名章 好 生命绿啊 写得不好 您很 辛苦了 接下来啊 如果有美女老师跟你要 也可以 然后就不要再给别人 是吧 谢谢 谢谢 谢谢李宗盛老师 我一定特别想请教的一个问题 你有充分的理由去抱怨 你有什么话告诉这些 四肢健全的人 哪怕付出一点努力 都能获得有所作为的人 让他停止抱怨 来 我们雷老师应该知道 这些是有一条原则 叫住人自住 不行 我爹不行 我现在没长公司 我跟你说 他就是一大抱怨 对 他长得没我算 他长得没我算 没我年轻 对 对 如果我觉得抱怨的人 就是因为他有资本 所以才有抱怨呢 是吧 因为你有条件 您才去抱怨 有余地 就像我一样 很多人都问说 哎呀李老师 你为什么那么努力 从小到大都那么自强 我在想说 我的同学不好好学习 他们可以去 刷个盘子 端个菜 可是我不行 他们不好好学习 那么父母还可以 去照顾他们 帮助他们 我没有 他们不努力 他们还可以 凭着脚好的容貌 也可以加一个 很好的夫婿 对吗 但是我也不行啊 颜值和身体都不够 所以只能不断地 去提升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美好 希望可以引来 一些美好的事 看着舞台上 面带微笑 如此自信的李志华 很难想象 她就是那个曾被大火 烧焦双臂的女孩 在李志华出生 一百天的时候 因为患有间歇性 精神病的妈妈 突然离家出走 李爸爸担心 妻子一个人走了 会发生危险 情急之下 没办法 把只有三个月大的志华 留在了家里 自己一个人出门 去找孩子的妈妈了 等李爸爸找到妻子 再次回到家的时候 家里那几间 简陋的土胚房 已经浓烟四起 李爸爸不顾自己的危险 冲进了火海 在一片浓烟和废墟之中 找到了被大火烧得 面目全非 奄奄一息的女儿 就在她把小志华抱起来 准备送往医院的时候 小志华那双 被大火烧焦的手臂 啪的一声 掉在了地上 李爸爸强忍着 内心的悲痛 把地上的小手捡起来 埋在了院子的角落里 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了离家最近的医院 所有看到小志华的医生 都摇头了 这孩子烧得太严重了 以我们县医院的条件 根本没有办法治疗 你还是放弃吧 无奈的爸爸 只好把小志华抱回了家 亲戚朋友都劝李爸爸 把他扔掉吧 没有手的孩子 即使活下来 又有什么用呢 而李爸爸几乎用吼的声音 对所有的亲友说 这是我的孩子 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 我绝对不会把他扔掉 在没有接受 任何治疗的情况下 小志华身上烧伤的伤口 发炎流浓生疮 当所有该溃烂掉的肉 全部都烂掉之后 志华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也许是求生的本能 一天天长大的小志华 开始学着用脚 拿筷子吃饭 用脚倒水喝 甚至在六岁那一年 他还学会了用脚写字 这项技能 也为小志华 争取到了上学的机会 不过初中毕业之后 志华就失学了 因为没有高中 愿意接受这个无必的女孩 我不担心 就在志华失学之后不久 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妈妈 再次发病离家出走了 这一次 李爸爸发动了所有的亲友 找了整整两个月 都没有任何的阴性 后来村库传来消息 在五十多公里外的河滩上 发现了一具女尸 让家人去认了 那天的一大早 李爸爸就带着志华的哥哥 和亲友们去河滩了 志华一个人在院子里 徘徊了无数遍 他跪在地上 祈求老天爷 那个人一定一定 不要是自己的妈妈 傍晚的时候 爸爸和哥哥终于回来了 志华冲上前去问爸爸 那个人 不是我妈妈吧 爸爸说不是 但是十七岁的哥哥 却没有忍住 一把抱住志华说 妹 妈走了 今后 哥照顾你 那一瞬间 李志华觉得老天好残忍啊 在妈妈走后的半个月的时间里 李志华不吃不喝 每天靠输液活着 直到有一天 他无意间抬头 看着不到四十岁的爸爸 一夜之间白了头 他才突然明白 妈妈的离去 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呀 还有爸爸 那一刻 他决定 为了爸爸 也要好好的活下去 从那天起 李志华开始学习用脚做饭 喂猪 甚至还会 开那种浓浓的拖拉机 对对对 有困难 我估计不会太容易 以前在家里面 你麻烦同学的还少 然后家里的事 家人帮助 心理负担小一点 可是到了中学 寄宿在学校 所有的生活 都要靠同学照顾 这个时候我发现 哇 学习好不好 对我来说 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怎么生活 我不可能每一天 每做一件事 都去让同学帮忙 求别人这件事 那对我来说 就像一种 耻辱 对 就像一种耻辱 一样的感受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逼迫自己 周末的时候 我同学们都回家了 我不回 我把自己繁锁在宿舍里面 我练习 怎么能把裤子提起来 如果提不起来 今天咱就别出门了 再举一个比较明显一点的 这个事情 就说跌被子 讲讲我的第一次跌被子经历 我是一条腿站在床下 一直脚折被子 我觉得我都已经 用尽所有力气了 那个被子仅仅是斩平了 那个时候我也失望过 也退缩过 想说别跌了 没有手嘛 就是跌不了 只有不盖被子 又不求别人 这可能就解决了 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 不盖被子真的会被冻死 我有一天晚上就 冻得在床上抖 抖得我觉得自己 保不住这条小命的时候 我就对自己说 要么拆开被子 要么就冻死 我还是把被子拆开 拆开了以后 我就一个人在被子里哭 我就说我今天就是死了 心了这条命 我也得把这被子叠起来 马上要上课的时候 我就把我那个被子 说好听一点 说是叠起来了 说不好听一点 它就是堆在那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 也是一种满足 我觉得最起码是一个零的突破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可以用我的脚 在三分钟之内 叠一个军备 其实我觉得 这就充分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人的潜能是无限的 我特别想问我身边的两位男士 两位老师 你们在家里做家务吗 这首先我要说 以前我那个中学军训的时候 我们班所有男生内务比赛 我是第一名 他说他在军事化院校里 叠辈子叠的倍儿好是吧 我叠辈子 就是在军营里那种 跟豆腐块一样那种 对对对 当时 多少是在家做家务吗 很少 我基本上负责倒垃圾 那不如我们今天现场 请那个石老师跟志华 来一起 比如说切个什么菜 看看到底谁的这个家务能力强一点 好不好 先先叠被子吧 心早软的那种 没关系 因为我是本着学习的态度来的 你先赢了他 我还好你是赢我来的 你先赢了 那我们先 为志华建立自信 谢谢石老师吧 我们负责电场 石老师先生 好来我们就掌声有请石老师吧 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把它切成最棒的状态 切丝 对 最烤刀工了 没有 觉得丝要求太高了 我还没让他切缩一黄瓜呢 石老师您是切黄瓜段吗 他那斧朵那刀刃那远的 真的 那每一块怎么那么宽呀 你看还瞄人家 他给我切得好 他给我切得好 没有 没有 如果有一点切的话 就是应该的 哎呦 哇塞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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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老师您刚才做一做 一定会和他莫得了 我已经尽了全力了 你 你 你 有史以来切副表现最好的 给所有在电视机前的丈夫们看看 平时在家不做家务 有招一日就出来丢了 我跟你说 谢谢石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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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雨不光长得不如老杠 对节目组你的价值也不如老杠 这事儿还得我去找场啊 那我们上被子吧 好不好 对 上棉被 好 那我们就开始啊 开始啊 开始 不就是一朵的事儿吗 雷老师 我们说的军备不是那个叠成面包那种 就是 轰轰的那种啊 我们更有尺寸有棱角的对不对 您这切黄瓜丝呢 雷老师一看就是叠过筋背的 都是这么这么来 对对对 是的 这个缝都是这样的 因为雷老师是手嘛 他就是那样子的 我感觉我用脚呢 我用脚呢 你说什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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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是我的比赛 我们那时比赛是要求速度的 哈哈哈哈 好 调急啊 往往上坐下 什么往上坐就差了 不能往上坐 哈哈哈哈 这可是他们当年 什么内务比赛第一名呢 谁啊 雷老师啊 推啊推吧 哈哈哈哈 是不是方方正正 我不是为了跟你比赛 我必须证明我比石树丝有用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说不信咱们 咱们给给个六面图 哈哈哈哈 就是方方正正的 这绝对内务不合格 从我这个角度 我觉得上面比下面的宽很多 你啊我告诉你 怎么合格 你坐一下 你坐一下 我不离我坐一下 好 哦 哇 雷老师能反起 您把贝子也变成这个角度吗 这样我们好有个对比 嗯 好嘞 这两个贝子像身材的对比 哈哈哈哈 我以前均信的不是这个贝 我还拿过奖的 你知道吗 是吧 总有个胜负吧 对 认为我赢了的几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李老师我要是您 我就不提这么尴尬的问题了 哈哈哈哈 还行啊 真的真的还行 不是挺好 非常好 咱不提这事了 哈哈哈哈 下次下次谁也不去说啊 哈哈哈哈 好 好我们讲声再次谢谢志华 刚才志华一直在跟我们说 其实从小就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孩子 嗯 然后不希望自己因为身体上有一些条件跟别人不一样 总希望至少你们能做的 我也可以 可是同样作为一个女性 我觉得女孩的内心 一定是还是渴望能有一个人 或者能有一份感情 哪怕是一个避风港 让你在这个人的面前 可以完全放松的 我不知道在你的成长过程中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或者渴望过这样的情感 我一辈子就遇到过一次恋爱 就这么一个人喜欢过我 恋爱谈了七年 结婚现在是第八年 然后我们两个 有一对非常可爱的儿女 所以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会不会那么巧 她今天也来了 我问不你 只要别去月球 我都跟着你 那我们有请吧 好不好 来我们有请李志华的 丈夫和他的孩子 小宝贝 小心 小心 小宝贝 小宝贝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小可爱 大家好 大家好 告诉大家叫什么名字 你说我叫李依可 我叫李依可 你好呀 你几岁了 两岁半 小宝贝 老贝 你身上的衣服好漂亮 是谁给你买的呀 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 我妈妈买的 那是谁帮你穿的呀 是我妈妈给我买的 那爸爸呢 那爸爸拿换头 婚姻不是恋爱 对 我不相信你的家人 对接受志华 像你那样自然 肯定有麻烦 一开始父母亲 还是很反对的 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 就是印象很深刻 你去之前紧张吗 特别紧张 怕到了几点 然后他就说 有我在呢 就没事 我爸妈都特好 在他眼里 他觉得应该是 都没问题的 然后就说 你知道吗 我妈妈给我做了一个大花呗 然后说就是给未来 儿媳妇准备的 你只要去我家 就一定盖你一个被子 结果我去了 去了以后呢 那天我就看到老两口 一丁点笑容都没有 就满脸的那种严肃和不开心 非常就是平淡的 就说了一句上屋吧 进屋了以后呢 就说天都这么黑了 就睡觉吧 然后睡觉 我就想象那个大花呗 我想说我应该会盖你大花呗了吧 可是我那天盖的是一条 又旧又破的被子 所以从那个被子上 我就看出了老人家的这个态度 我理解的 但是那缘分就是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希望我应该通过努力 做一些什么 让老人家看到 其实我也可以做很多很多事 所以第二天我比他们谁起的都早 吵了起来 第一件事先去灶上扒灰 爆柴火 然后扫地做饭 吃完饭以后 我就洗床单 被罩 窗帘 拼拼地干活 所以后来老人对我的印象挺好的 但是没想到的是 我们准备返回我们的城市 老太太把我拉到一边就说 闺女你特别好 我们一家人都特别喜欢你 我想认你当干闺女 但是你就是不能做我儿媳妇 你们就是不能以这种形式在一起 听完那句话 我真的我觉得本来稍微还心中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 就像一盆冷水一样就彻底浇灭了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我怎么能这么残忍去伤害老人家这个心呢 所以我就进入了跟她分手的模式 就不见面 然后也不打电话 打电话也不接 找也不见 后来她就让她朋友给我打电话 我也不能说因为跟她分手 我就把朋友也不见了 我就去见她朋友 结果下去以后没有她朋友 就是又是那么巧 就是她 见到她以后我就转身想走 后来她就把我拽住 她就说 你觉得你这样是为我好 为我爸妈好吗 只有我们两个在一起幸福了 我爸爸妈妈大家都能幸福 这爷们不散其力 我想起你说的喜欢的两句话 有一句话已经完美地 在今天的舞台上呈现了 生命的力量 还有一句 是说你老公的吧 行圣与言 是 其实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私人的事情 想说一下 请说 今天是我老公生日 真的 好巧啊 好巧啊 又巧了 对真的真的特别巧 可能我们这么多年来 彼此也没有说 如何过生日 但是我觉得彼此的陪伴 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曾经有一次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过 他说 志华 你受那么多苦 就是为了遇见她 然后我就在想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受的那些苦 好值得 老公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这应该也是 说办法生日快乐 李世华 你看啊 现在你满脸笑容 你看一眼你丈夫 看一眼你女儿 生活对你好吗 好 特别特别的好 生活对你苛刻吗 不苛刻 你爱这个生活吗 是感恩 人家生日吧 生日吧 总在给女先生一个权利 每次过生日 都会许下一个心愿 你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吧 我一直愿望 就是家庭里面的孩子 还包括爱人之话 他这个平时工作了 都平安 身体更健康 这是我最大的心悦 其实 一句歌词啊 我的眼中只有你 如今舞台上 幸福和美的这一幕 正是李世华 用他的生命力量 迎来的 而接下来的 这位主角的经理 也告诉我们 要活 咱就要活 活出个人样来 四年前 他体重 一年内暴增到四百斤 被称为了 第一女胖子 因为肥胖 他惨遭丈夫抛弃 因为肥胖 他失去儿子的富裕权 在胖下去等死和瘦下来 重生中 他选择了瘦下来 三百二十天魔鬼训练 让他脱胎换骨 瘦到一百七十二斤 一度成为人们口中的四百斤 立志姐 有请本期主角 欢迎三位老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位姐 这张照片是 几年前 这张照片是五年前 这张五年前 这张照片是三年前 两个差别很大 这张就等于是 四百斤左右的时候 是吗 这张还是不到四百斤的时候 是三百七十多斤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可能都很难想象 就是一个人要四百斤 这个身体上的负重啊 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 对不对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 一个特殊的道具 我想让三位老师尝试一下 我四百斤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感受 这什么不会挂很多肉 这个能让我们像四百斤一样胖吗 冲击 可以的 我们已经开始猪气了 我感觉到一块一百七八了 我觉得特别像大白 她手部啊 看一下 好 能抱上吗 看一下 真抱 你敢抱吧 这个就是肢体上很多的物验 就是最大的特点是 想先吻够不着嘴 对 而且我跟你讲 我看不到脚 对 你们可以就是跟着我 尝试一下 我以前做不了的动作 好啊 对 我们这边过来 绕着这个台走一圈 好 好 你先走 我觉得我怀孕的时候都没这么笨手过来 看不见脚 也不知道脚下发生了什么 就觉得你的脸特别小 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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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老师回座吧 这个真是挺形象的 这个很神奇 对 哎呀 你知道 第一 地上有肛被 咱们姐姐姐不起来 对 尤其是季节袋的 你们可以跟我尝试一下 季节袋 季节袋 对 季节袋 我觉得蹲不下来 蹲不下来的 对 非常吃力 天哪 真的太影响 但是我觉得女性更痛苦 因为她有生理期嘛 非常非常痛苦 因为我的生活造来了 很大的困扰和不变 像你们可以坐下 深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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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 二 蹲不了 对 一 二 对 四百斤胖子的生活 比我们想象的更困难 我觉得我要窒息了 你先帮我拿 拉开 我难受 来 减肥成功 不太快 像这个充气的服装呢 感觉你们还可以走路呢 到后来我四百多斤的时候 几乎让路都走不了了 哎呀 妹子你 活得太不容易了 嗯 我真的是这种感觉 所以 特别难是吧 对 你现在体重是 我现在是两百 比这个时候反弹了将近三十多斤 两百 对 她也比最重的时候减掉了两百呢 对 曾经四百斤的辽宁第一女胖子 居然在三百二十天内脱胎换骨 究竟是什么 给了她如此大的动力呢 崔伟杰在婚姻生活当中 曾经遭受过一次重大的打击 二零一年的一月十七号 她的丈夫拉着她去了民政局 说要和她离婚 崔伟杰不明白啊 这好好的 你为啥要跟我离婚啊 她老公当时只说了四个字 因为你胖 我想听了这理由 大多数人都会骂这个男人 怎么这么差劲啊 人家胖一点 你就嫌弃人家了 但这崔伟杰 却没有那么大的情绪 因为自从她生完孩子之后 体重就一路长到了三百多斤 这胖了之后 人也容易懒啊 工作几乎也不干了 这家里过的是一天不如一天 所以丈夫提出这种要求 她也无话可说 只是提了一个要求 离婚可以 我什么都不要 只求你把儿子留给我行吗 但是丈夫的态度却非常坚决 你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你怎么养活儿子 面对丈夫的质疑 她哑口无言 是啊 她拿啥养活儿子呢 前段时间为了让儿子吃上奶粉 她甚至连唯一的结婚戒指都荡掉了 无奈之下 崔伟杰在那份离婚协议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眼睁睁地看着丈夫 带着儿子越走越远 之后 崔伟杰把自己关在了屋里 每天是暴饮暴食 虽然家里根本吃不起肉 但就算没有菜 她也能吃上七碗米饭 你能想象吗 很快啊 崔伟杰的体重直接飙升到了四百斤 这四百斤的肉在身上 连走路都困难 更别说是生活自理了 她每天只能坐在床上 等着姐姐端水送饭洗澡换衣 有一回姐姐病倒了 整整一个月啊 崔伟杰都没有洗过澡换过衣服 她开始意识到 自己跟废人没什么区别了 她不想再拖累姐姐了 于是想到了一死了之 她找了个借口 拖人买了两瓶安眠药 一口气全吞了 结果呢 没死成 因为姐姐及时赶到 把她送去了医院抢救 等到崔伟杰再次醒来 看着正抱着自己哭泣的姐姐 一声没坑 像个木头人似的 直到儿子打来电话说 妈妈 我想你 你要好好的 我长大还要去找你呢 就是儿子这一句话 让崔伟杰的眼泪 刷的一下就下来了 她在心里告诉自己 我不能死 为了孩子我也得活下来 而且要活出个人样来 挂完电话 她跟姐姐说 姐 我要减肥 可这四百斤想要瘦下来 太难了 医生建议 北杰做切胃手术 那么大的胃 直接切除了三分之二 但是光切除胃只能是暂时缓解肥胖 并不能让伟杰真正地瘦下来 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 伟杰去了一家检卓中心 进行封闭式的训练 在进入训练中心的第九十天 崔伟杰成功剪掉了一百二十斤 第三百二十天 她成功瘦到了一百七十二斤 瘦下来之后 最想干的事就是去见儿子 儿子一看到妈妈就扑过去了 特别开心地跟她说 妈妈 我以为你坚持不下来呢 没想到你成功了 妈妈你太漂亮了 那一刻 崔伟杰才感觉 自己真正地活过来了 那么瘦下来的崔伟杰 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自从我减完肥以后 瘦下来以后 就是感觉我做什么事情 都特别地顺 整个事业也在上升 因为我从终点到 现在干到了店长 这是工作上的变化 我的心态上也变化很大的 干什么事情特别有自信了 前夫不是嫌你胖 跟你离婚了吗 是的 但是你瘦了之后 她什么反应 在我瘦到两百三十多斤的时候吧 她就开始给我打电话了 然后说要跟我复婚 这一年多呀 她的变化也是挺大的 就是给我打电话 复婚约我出去吃饭 这咱不能答应 这白眼狼胖的时候 气你如碧驴 压着把你扔了 得快抹布似的 你看你瘦了漂亮了 又想把你捡起来 哪那么容易啊 还是她 我复婚了 你看你看我说嘛 你这个没出息的你 这种人怎么能原谅呢 你怎么就心软了 其实在我过生日的时候 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她孩子想见我 然后我就出去了 那天她买了一个戒指 还有一个项链 她说这是我曾经欠你的 因为为了给孩子买奶粉 戒指都当掉了 当时她也是单膝跪地 和我保证说 以后我会好好的 就是我说什么也没有用 你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因为孩子她离不开你 我挺感谢她的现在想一想 没有她曾经那么大的伤害 也改变不了韦杰的今天 是 你们口口声声地都说 人家老公又不在现场 你们说点风涼花怕什么的 可是人家老公真来了 来 掌声欢迎 不管与你的路有多苦 我只想要拥有最好的祝福 您好 主任好 大家好 我叫冯战军 你先生很帅啊 对 你刚才在屏幕后面 我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 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有道理 其实我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冯先生必须要说一下 马丁虽然说话不中听 但他说的道理是对的 因为伟杰遭遇过那样的痛苦 当他重新回头再选择的时候 你别说他我都捏把汗 就是我在想 如果真的比如说反弹了 或者有一些其他的 不顺利的事的时候 你能顶得住 能盯得住吗 为什么呢 当初逃跑过呀 当初因为家里条件不好 孩子还小 那个时候妈妈也有病 就是每年看病又花十多万 都是我在承担 以前我开车吧 因为挣不多少钱 完了还得付出孩子 那个开销 参加的开销 我们家条件不太好 所以就是 那时候伟杰也没有工作是吗 对 他也都没工作 等于你一个人撑起你们全家 还要撑起他家和你自己的那个家 但是他刚当时我问他的时候 他说因为我胖 这是我恨他的原因 后来他帮我这些事情解除清楚以后 我回去自己想一想 其实也是真的有胖 但是这四个字因为你胖 所以成就了现在的你 对不对 就那么刺人的话语 现在变成你立志的一个动力了 当时挺受伤 当时现在想一想 我感觉原谅一个人 比恨一个人要快乐得多 这个话境界很高啊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就是儿子 你们始终是在说因为儿子 然后回到了一起 儿子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月老吧 又把我们迁到了一起 那儿子当时知道 你们俩分开的事吗 他当时知道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还小 他没有太大深刻的印象 但是大了以后 就是在我减肥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七岁了 上学了 对 他就跟他爸爸说 他说 你什么时候接我妈回来啊 你要是不帮我妈接我来 到老我不养你 孩子高烧烧到39度多 那个时候他已经抽了 他也没有给我打电话 直到孩子在治疗的过程中 我去看着孩子 孩子抱着我和他的爸爸 说 爸爸妈妈 我就想想你们在一起 那是最触动我们俩的 今天把另外一个特别关键的 你们俩中间的这个巨大的纽带请上来 好不好 有请 欢迎你宝贝 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小帅哥 你叫什么呀 大家好 我叫冯丽孝 今天就 今天十岁 你真帅 我觉得你长得 还是像妈妈多 真的 你爸爸也挺帅的 酷酷的 但是你 没眼啊 那个感觉更像妈妈 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是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 你写的 那能读给我们听听吗 能 好啊 来吧 好啊 我和爸爸妈妈最快乐的时候是 是昨天 昨天啊 是 是因为昨天爸爸妈妈带我去留的 昨天妈妈给我买了许多零食 我非常开心 但是我最喜欢的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我晚上的时候 我的妈妈下班 我感觉我的妈妈很疲倦 但是我的妈妈还是给我和爸爸做饭 我妈妈一顿就吃半碗饭 我希望妈妈能多吃点 我希望爸爸妈妈以后不要生气了 我希望爸爸妈妈和我在一起 我希望爸爸妈妈能 尽量带我出去玩 我希望爸爸妈妈能组织节 我等以后我长大时候 我能照顾我的爸爸和妈妈 还有吧 还有吗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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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跟爸爸妈妈说什么 爸爸妈妈我爱你 宝贝 真好 阿姨问你一个问题 在家里是妈妈做饭多是吗 妈妈做得多 妈妈做得好吃吗 还行 还行啊 你最喜欢吃的妈妈的拿小菜是什么 烧茄子 烧茄子是吗 爸爸最喜欢的一道菜是什么 你知道吗 爸爸自己说 你觉得你爱人做得最好吃的菜是什么 可乐鸡翅吗 可乐鸡翅是吧 爸爸会做菜吗 宝贝 没有 爸爸就会吃了是吧 叫爸爸好好学着点 我跟你说 马丁 石头 这两位叔叔菜做得可好了 对 是的 对 所以爸爸得学着点 别老天天在家吃可乐鸡吃啥的 你也得做点 让儿子以后说一个爸爸的拿手菜出来 好不好 好 加油 我爱你宝贝 我觉得你真棒 谢谢阿姨 今天我 今天我看到了一个女人 通过对自己狠 实现了自我的救赎 不仅挽救了自己 挽回了自己的家庭 更给自己的最亲的儿子 一个更加快乐的童年 没有让他陷入 本不应该陷入的自闭的环境 一个真正的 让人佩服的人 未必有多大的成就 但一定是 在企图中 能够不断地站起来 挑战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永远不趴下 如果你反弹了 你就要告诉自己 这不是我 我是一个新的自己 我能够更好 我相信你能做到 谢谢老师 我会的 我都提醒大家的期望 灭盘重生的故事 听上去是不是很痛苦 那些奋斗的目标 听上去是不是很难 但是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希望今天的这两位 有心人的故事 能够给大家 带出一份激励 一份思考 感谢收看今天的 游行主角 我们下期再见 他是快递界著名的高帅富 他叫豆立国 大家都叫他快递哥豆豆 从熊小伙到百万富翁 他创造了自己的财富神话 他曾经就业无门 现在是年入五千万的电商巨人 一位闹瘫患者 如何用行动 改写 不被看好的人生